HELLO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午安 今天下午接著要跟大家做分享的呢 一樣是休旅車 那這台是 Nissan 現在算銷售 還在銷售當中賣的最好的 S-Trail T32 那這台有2.0還有二驅四驅之分 那這台的話是2.0的 然後是二輪傳動的版本 早上的 KUKA 跟這個 T32 的話呢 它的前面的羊腳都是類似歐系車的設計 就是插入式的羊腳 所以在拆裝的時候呢都稍微會比較耗時一點點 那它的結構設計呢 後方的話是算是一個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這是後方的懸吊系統 那這個是前面的 前面一樣是維持麥華城的懸吊系統 前面的話呢它有一個上座 這個是 S-Trail T32 的上座 這個是前面的上座 那上座的部分的話 KT 的話都有附上座 所以這台車呢 改 KT 之後呢 原廠的上座是 就不需要再沿用 像這台17年的車鱗還算還蠻新的 上座其實還沒有壞掉 那如果有車種比較久的話呢 或者是車鱗比較久 就有可能是損壞了 所以如果拆原廠上座來沿用的話呢 第一個 計師在拆裝的時候呢 會比較耗時 那第二個是 裝上座呢 也有可能會有安裝上的 流程錯誤 那第三個 也有可能 裝上座有異音的話呢 就比較難釐清是 原廠上座的異音 或者是 KT 改裝避件器的問題 所以我們都有附上座的話 對計師 對車主來說呢 都會比較方便一點點 那這個形式的話還蠻特殊的 它有離載串 還有油管固定架 那這些的話呢 我們都有 等一下再一一跟大家做介紹 後方的避震器呢 它的彈簧還蠻長的 那它的饅頭呢 是建議會拆除 因為我們在桶型裡面呢 KT的話就有附一個饅頭 所以如果載重的話呢 它饅頭會頂到下方 所以會建議把它拆除 好 我們先來介紹後面好了 這算是中型的休旅車 後面的話 我們配置的彈簧公斤數呢 是配10公斤的彈簧 那它的Hilo Key呢 是在上方的 上部的橡皮呢 是需要沿用的 這裡一個厚厚的 很厚實的橡皮 那後方的話 今天預計降下來的車高呢 大概是剩下三指幅左右 一般休旅車 我們也不會把它降的特別低 像早上的KUKA 那也是大概剩下三到四指幅左右 它的後面的避震器還蠻特殊 它的幾何角度呢 是有斜度的 它阻尼調整呢 一樣是做在上方的這個機構裡面 挪一下燈好了 好 在鏡頭正中間的呢 這個就是 可以從這個地方呢 來調整阻尼 往順時針的方向 它就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呢 就會變軟 在後面上部軸心的下方 有一個阻尼調整機構 那像這樣的彈簧跟避震器的分開的系統 常常會遇到的呢 就是我們把彈簧預壓縮過多了 但這台車呢 一般來說啦 因為它的幾何支壁呢 跟Golf的六代 或者是七代一樣 它幾何角度呢 稍微有一點點限制住了 所以呢 它的筒身呢 比較不會調的 太過於誇張的短 那太短的話呢 就會把彈簧預壓縮過多 就會不好做 但是這台車 比較上 比較不會有這樣安裝上的失誤 它的後方懸吊還蠻特別的 那後方的話呢 它在支壁的中間呢 有一個偏心螺絲呢 是可以調整 竖角的 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台車降低的幅度 如果比較大的話呢 只能靠原廠偏心螺絲的竖角呢 稍微來做調整 它車底的中間呢 其實都是空的 這個是 如果是四輪驅動的版本呢 是給四輪驅動版本的系統呢 騰出來的空間 這個是駕駛座這邊 也都裝好了 它的彈簧比較靠近支點 在內側的地方 那這個防塵套呢 也是專用的規格 我們來看一下前面 這個輪胎是原廠的規格 原廠是十八吋的樣子 二五六零十八 前面師傅好像已經裝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副駕駛這邊好了 就騎早上的車跟這台車 真的都 顧得好漂亮 師傅 對呀對 後面的彈簧呢 真的不能抑壓縮過多 像師傅的車是替打 替打的話 如果後面的行程抑壓縮過多 彈簧抑壓縮過多的話 也會不好做 好 那這台T32前面呢 是一個獨立式賣化成的懸吊系統 這些有一些ABS感應線 油管固定架 還有這個離載串呢 這些都是跟原廠的位置是一樣的 所以離載串呢 不需要再多花費用改短 或者是改成強化的 直接沿用原廠的離載串就可以了 那前面的話 這一台我們是配置了八公斤的彈簧 八公斤 預計前面也是大概維持三指幅左右 那很多車友都會詢問到的是 為什麼休旅車前面的輪胎上 到葉子板上緣的話呢 指幅比較少 後面會比較多 原因是因為休旅車我們一般都會 大幅的載重 所以它的載重之後呢 希望載重之後的車高呢 前面跟後面是協調的 所以前面的話呢 大概 譬如說這一台 前面大概四指幅左右 後面大概就會 原廠了齁 就會做大概六指幅 那早上的褲子板又更誇張齁 比例更多 或者是Raffle也都一樣 但是在改裝避震器之後呢 因為後彈簧的磅數比較高齁 所以正常來說 我們不會把茶具做得那麼大 好 哈囉街亭 午安 好 之前對齁 你的後面的桶身 不是不能調整的 後面可以上台了 後面可以上台了 好 那前面的話 上座的部分齁 你要把車降下來嗎 上座的部分在一起室裡面齁 其實也可以直接調整車高很方便 那這台車的前面 調整車高的方式就跟後面不一樣齁 前面的話呢 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來 前面的話呢 是靠腳管上方這個托盤 齒輪狀的托盤 我們把它旋鬆 哈囉各位午安 我們把它旋鬆之後呢 腳管往下延伸 它的長度變長 車高就會變高 所以它能調高跟調低的範圍比較寬 另外調高跟調低呢 它整體的乘坐感覺呢 是不會差異很大 因為不是靠B彈簧來改變車高 我們的主尼友的話呢 使用的是義大利IP的主尼友 油封的話 使用的是日本NOK的油封 上座的話 我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台車 這個是2.0升的四缸引擎 配上 跟替代一樣 都是配上那個CVT的變速箱 前面的話 這個上座 我們剛剛有提到過啦 KT都有附一個上座 那上座的話 也會有一個轉向的指推軸繩 而且指推軸繩 我們的用料也都相當的不錯 是使用日本 NOK的最大品牌的軸繩 那這裡有一個突起來的調整機構 其實正常來說會比較短 為什麼這個要做比較長 是因為呢 它有一個凹槽 那如果調整桿呢 做的比較短的話呢 就會剛好現在裡面 就不方便手 不方便做調整 所以把它拉高起來就很方便 直接從這個地方呢 就能夠做軟硬的調整 往順時針的方向就是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就是變軟 所以直接把引擎室打開 就是可以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那這台T32呢 它上座的話是有三顆螺絲 鏡頭當中看到是兩顆 另外一顆呢 是藏在這一個的維修孔的下方 所以有時候如果對這台車比較不了解的話呢 可能還需要拆這個整個雨刷式板 但是不用啦 其實它這裡就很貼心 有預留一個維修孔 所以這三顆螺絲呢 一二再加上這顆螺絲 直接就可以從這個維修孔的橡皮 把它翻開之後 從這裡就能夠拆得到避震器的上座 所以這台車 拆裝避震器的上部的話 是比較簡單 那比較困難的話呢 反倒是在下座的部分 另外一邊好像也裝好了 現在要準備要裝上輪胎了 這台的 我自己開起來的感覺也還蠻不錯的 因為這台車 它配CVT 所以它可能轉速都很低 那在寧靜度上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因為這台車 車有還蠻捧場的啦 常常有機會開到這部車 但是CVT的 我自己對CVT的一些看法就是 像是原廠的話呢 我們工廠裡面之前也有一台CVT的 CVT的變速箱的車子 是Big Tita的渦輪版 那像原廠的話 當時是建議10萬公里 再換原廠的CVT 可是10萬公里真的是有點差 如果車有的話呢 有CVT的變速箱呢 我會建議的 把保養的里程把它縮短 那剛好這裡有那個之前 Big Tita的變速箱 換下來的濾芯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 這一顆 小小一顆 我的手 大概這一顆呢 是 Big Tita渦輪版的濾芯 外部濾芯 所以這個都算是一個 基本的耗材了 那零件的費用其實都沒多少錢 可是變速箱壞掉的話呢 要維修起來就還蠻 花費的費用就還蠻多 所以CVT的是很節能 我自己認為它比較大的缺點 應該是 它會吃掉比較大多幅度的動力 可是這種CVT的變速箱呢 在市區就真的是非常好開 而且它的油耗會還蠻漂亮的 都OK啦 好我們準備要上台了 哈囉大俠下午安 如果板上有需要試乘的呢 我們在北區桃園呢 都有試乘車 可以找板上的葉大俠呢 都可以提供試乘 那裡是石頭還是鐵墊 那是石頭還是鐵墊 那是石頭還是鐵墊 CVT比較沒力啊 對啊 取向不同啦 如果 如果 純性能米的話 當然還是手排嘛 但是現在手排的話 還是四威的 因為手排可以選擇的車子 實在是不多 手排可以選擇的車子不多啦 另外 現在的 比如說 或者是DSG 都是 變速反應非常非常快 都 凌駕在純手排之上 所以手排真的是四威了 好我們準備上台了 今天的直播內容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這台是Nissan的T32 好 輪胎又裝好了 OK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了 如果呢 我們的影片呢 都 大概隔了幾天 或者是當天呢 就會上傳到YouTube 如果在粉絲團裡面呢 比較難找得到影片的話呢 可以在YouTube上面 打上KT Racing 打上車種別 就能夠找到影片 那如果車友呢 有需要試乘呢 可以到KT的粉絲團 或者是找我們家的小編呢 跟我們聯絡 那有問題 都很歡迎找我們 或者是需要試乘的話 更歡迎 我們都有 隨時都有提供試乘車呢 可以給車友們來試乘 那試乘時候 覺得滿意的話呢 再來考慮 要不要安裝KT的避震器就好了 OK 以上是今天的直播分享 下次有機會再裝到XRail的話 如果有空呢 一定都會開直播跟大家分享 那謝謝大家 掰掰